因為妳剛才唱到一半的時候 妳的褲子燙起來了 妳有感覺 我沒感覺 那個牛仔褲 牛仔褲已經燒燒燒燒起來這樣 結果美人姐就當場就說 那個製作人 這個陳孟賢 兩天他如果再來比賽 車資住宿 都總我處理 是啊 妳就像孟賢 他真的是 我每次在錄超越 我就想說這個人 好特別 他每次下面都一棒人 等一下 我要問一下 剛才開場的時候 在介紹說 他是 這個稱號是哪裡來的 是 全球巨星是這樣 因為我是小流球人 全小流球就只有我這個明星 所以我就全球巨星 原來事實上 講全流球就有點弱了 他全球 我那時候聽到全球 我想說 還有哪來的自信啊 但他就是這種幽默 所以我覺得 那些他的粉絲 其實阿嬤居多 對 都婆媽居多 都非常喜歡你 而且你知道他的有一個 你好像是唱的 20萬塊是不是 對 那個點閱率是破百 我那天看已經300多萬了 哇塞 快破400萬了 是紅人榜第一支影片破百萬 但是你本來就這麼活潑嗎 沒有 沒有 因為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不會像自閉症那種 反差這麼大 反差很大 我很害羞 然後我從來不講話 人們都叫我討厭 因為我小時候 我睡在床 然後我就坐在床下坐 等我媽媽回來這樣 一句話都沒有在說的 那青青走過就說 你身材在那裡不會像我討厭 因為你家還說嘛 是遲到我國中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很流行星光大道歌唱比賽節目 然後我就看到說 好好喔 去台上唱一首歌 然後其實我不是為了想紅 我只是想說他們在那邊唱一首歌 然後唱完就有評審老師可以講評 好像就開箱一樣 把你支點那種感覺 我就說好棒喔 那我也想要去試看看 好像人家在問書 沒想到 對 在問一個結果 讓你知道這樣 我覺得我一定也可以去台上唱一首歌 然後如果我要來台北比賽 我要先搭船到東港 東港再搭QK那種 共乘的汽車到高雄 高雄然後再搭五個小時的客運 然後就晃晃晃晃晃 晃到台北來 像以前我就來三立 以前超偶 那個我也有比過 然後來五個小時來到三立 然後再開始報名之後 開始排隊 又大概排了四個小時 然後等到我要唱歌的時候 啊 唱十五秒 連十五秒都不到 噹 下一位 就莫名其妙 啊 永淘汰啊 下去 然後又做五個小時的客運 又回到高雄 然後再回到家裡這樣 這種唱十五秒的過程 我大概至少十幾次 一二十次以上 然後每次都要為了 那個車資啊 你要交通啊 要錢啊什麼 然後說就沒有錢 都要四處跟朋友借錢 那你為什麼不放棄 等到我覺得我想要放棄 我已經比到啊 算了 沒錢了 然後我要放棄的時候 又一個奇蹟出現了 我的人生的第一個貴人 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有唱二姐的一首歌 的月落 然後我就放在那個YouTube上面 我想要自己欣賞這樣 流程這樣 結果二姐就看到我唱的那一首歌 然後她說 這個小朋友 唱這一首歌 轉音啊什麼 好厲害 然後如果遇到一個好的老師 好好的教她 她以後一定會是一位 明日之星 仙人指路耶 哇塞 好 自從那個二姐PO的那一篇之後 有夠好笑的 我只要去比賽的時候 報名表寫說 二姐有推薦的好聲音 製作人喔 半名字就卡電回來了 半名字 然後我想說 終於有機會比賽了 應該也是可以 像豪哥覺得那種發片那種 可能會一帆風順啊 可能比賽就會過關了 那個又是一個悲慘的開始 我到紅人榜 然後每次比都是輸 連那些候選人都沒有站過 然後從那個開始 我的人生就開始變得好黑暗 你知道嗎 就是說 我輸沒有關係 可是 旁邊的親戚朋友 就開始七嘴八舌了 她如果看到你都 哎唷 愛的陳孟賢 生到那 賣 賣姿 唱的歌 還可能的啦 竟然像 竟然比賽 竟然輸人 下溪下情 我記得有一次 我回去吃那個洗酒 然後就有一個親戚 就在枕桌大家面前說 陳孟賢 你不是很愛唱歌 你如果要唱 你整個不要比賽了 你每次比都輸了 你喔 就在開枕 人家的宵夜 沒有卡拉OK 怎麼唱 你每天唱 在你歡喜 在你歡喜唱這樣 然後枕桌的人就 大家就覺得很好笑 很好笑 可是那時候我就覺得 好受傷 變成別人的笑虧 酸民 就很難過 所以我大概 在紅人榜第三次 我去比賽的時候 我就跟自己講說 最後一次 這次我如果比 如果輸 那我就好好的回去工作 因為那時候很缺錢 然後都要借錢比賽 結果比賽完 真的又輸了 結果美人姐就當場 她就說 那個製作人 這個陳孟賢 兩天他如果來比賽 他對小流球來這裡 一路中的 他如果要來比賽 他的車資住宿 都讓我處理 哇 我說 然後我當下 可能是節目效果吧 比較可憐 比較有其他事情 對不對 然後結果 我回去過一陣子之後 製作單位就通知我說 你還要來比賽嗎 反正我們 美人姐說要幫你出席 你就摸給我再來唱 然後從那一次起死回生之後 我就回到紅人榜 然後就跟哥哥唱的 那個圍著10萬塊 那從那時候開始就慢慢慢慢 那個也非常感謝 紅人榜的製作人 他就覺得 這個孩子說話也很趣 然後就邀請我一直上特輯 一直唱歌唱歌 然後就開始 有一點起色 前面兩位貴人之後 我最後一位貴人 我要非常感謝就是媽祖 有一次我去鎮南宮的表演 然後是一直在路邊 然後要接架要回來 然後在那邊唱歌而已 然後那一次就很懸 就是 我唱歌上去唱唱唱唱 唱到一半 突然有個工作人員 來拍我的腳 然後唱完的時候我就下去說 為什麼剛才我唱那半要來打我的腳 他說沒有 你不知道喔 因為你剛才唱到一半的時候 你的褲子燙起來了 你就覺得 我沒有感覺 那個牛仔褲 牛仔褲已經燒燒燒燒燒起來這樣 我說 看我可憐 然後我就看 一針的褲子破一個洞 對 然後旁邊就有一個那種 阿婆還是什麼 我有點忘記了 他說 啊 這樣我跟妳說 妳要紅了 那喔 媽祖在把妳加錢 妳真的倒出來 就妳要旁起來了 火都穿起來了 然後結果就從 真的從那一次之後 順風順水的接外場 妳敢吃那顆阿嬤 很多人都在送妳紅包 對 其實一開始我也不太敢收 我想說 不然台北錢 收人的紅包的錢 好像很奇怪 我不敢收 可是後來不得不收 因為後來都是那個 他們在怕殺 或是後生的女生 帶他們母子來 拜託 我媽媽這包紅包 拜託妳一定要收下來 妳前面沒有收 她回去 那次回去 她覺得 妳沒想要插她 妳沒看到她 然後所以她回去很難過 難過到她說 她女生真的說 我媽媽疼得像憂鬱症 所以拜託 她那一點心意而已 沒有多少 拜託妳收下來 尤其像我外面做活動的時候 他們最喜歡我就是很小的那種表演 我母子說 我就生到妳女兒 我生到妳女兒 我總是說 妳這個時候不會輸我們母子的 妳這樣一定很像 我來表演一下好不好 快點 看一個票目 我看一個票目的 我愛情的騙子 妳的浪心在哪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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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還不補一件事啊 你愛我 前前慢慢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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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什麼 你永遠 唱 你愛敢的 原來你是 我嫌自己 真正讓你騙騙去 原來你是 堅持沒錢 賭到不著作的 會離去 來來來 超級牛 好 我問你 你只叫你愛敢 我問你 我問你 你的念心動得在哪裡